最新消息 这是另类蓝白盒吗 立法院长韩国瑜 就在今天晚间六点多 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在立法院康圆餐厅一起吃饭了 而且不只是他们两位 民众党有七位立委也一同参与 但是一直到约定的时间之前 唯独不见人影的民众党立委 就是黄珊珊 现场更进步的状况 我们联系给记者林一如报道 一如 好 主播各观众 今天立法院长韩国瑜 跟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晚上六点多 相约在立法院的康圆餐序 内容会聊些什么 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院长请教今天晚上 准备跟柯主席吃饭 有准备要聊些什么吗 没有 总招 欢迎欢迎欢迎 谢谢啊 小心 主席今天有准备跟韩院长 讲些什么吗 要准备未来蓝白在国会进一步 没有 来 例行的参会 例行参会 好不好 好 可以看到韩国瑜和柯文哲 对此事都相当低调 根据了解有蓝威解读 韩国瑜希望能够促进蓝白阵营 在未来能有更多合作机会 所以释出善意 可能会讨论一些政治议题 因为他现在是立法院长 有安定社会和谐的责任 同时也希望国民党团 能与其他党团和谐相处 尽量不要制造太多冲突 以上掌握最新消息 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